大家好,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观景台 最高的一个观景台,可以看到整个部落的全景 这里呢,都是他们这家种的玉米 芭蕉什么呢 我这个位置也能看到古寨的全貌 不过今天还在下雨啊 云雾潦倒的 这里就是翁丁古寨的全貌 巨资金有300年的历史 非常的壮观 这边就是古寨的内部 下面呢,基本上都是放一些杂物跟柴火 因为他们烧饭用的 从这边上去呢,二楼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和做饭的地方 像这个结构,都是由木根扎起来的 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啊,他这个会着火 这些有很多的网友问我啊 着火了怎么买 不怕啊,他们每家都有灭火器 每家都有灭火器的 每家必备 因为天晴的时候 这个草一晒干 非常的容易着火 这个茅草 好,今天就介绍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嘛